You're everywhere I go Can get you off my skin I'm stuck in this game I know I just can't wait 側傾真的很小喔 車尾會帶 但是它是很安定的 大家好 我是小燕姐姐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是 搭載1.5升三缸自然進氣引擎的 四門版Focus 因為之前只有五門有這樣子的動力規格 原廠為了要讓更多人 能夠用更實惠的價格 來擁有一台運動房車 特別推出了這個版本 所以Focus目前有六個版本 四門的有三個車型 五門有三個車型 最入門的都是搭載1.5升 這一顆自然進氣引擎 至於中規跟高規就是1.5升渦輪增壓引擎 所以原廠給它一個非常貼切的名稱 這一台叫做美夢型 五門的叫做成真型 也就是你只要花69萬2 如果今天你加上政府就換新的5萬補助的話 售價就會變成64萬2 就可以擁有這一台車 之前Focus上市的時候 我跟原載我們其實在大鵬灣 就已經有試過1.5升三缸自然進氣這顆引擎 當時其實我們做了一些測試 包括說我們把Focus ST-Line 以及它的同級對手還有這一台 全部在大鵬灣都做單全 那小燕姐姐其實對兩件事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就是在那時候 Focus ST-Line 它是所有在同級對手裡面 它的單圈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看到它原廠的一個操控實力 那這一台車說真的我本來想說 我已經開到ST-Line那種180幾匹了 再開這個120幾匹應該會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們一開的時候就發現 它的油門調教的真的非常輕快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至於它的動力表現呢 我們待會再來聊 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它在外觀上以及配備上的一些重點 首先在車頭的重點就是 它這個水箱護照 之前我們看到ST-Line那些是鍍鉻的 那它這邊是採用銀紗的材質 也就是有一種霧銀色的感覺來做區別 另外就是在燈具的部分 雖然它是入門的車型 可是它一樣有LED日行燈 只是它的日行燈的造型叫做海鷹之翼 它是這樣勾下來的 跟ST-Line的那種奪目之臉 是不一樣的設計 不過當然因為是入門的關係 所以它裡面的頭燈呢是魯素燈泡 可是它一樣有光感應自動起閉的功能 很實用 另外就是在霧燈的部分 霧燈的話它有多了一個自動轉向輔助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方向盤打左的時候 左邊的霧燈就會跟著亮 打右的時候右邊的就會亮 那這樣子在晚上或是在山路的時候 其實就會讓你的行車安全性更加分 至於在車側的部分有三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它採用的是 205 60 16這個規格的胎圈 另外就是它雖然是入門車型 一樣是有後視鏡電動收折的功能 以及你如果要從車側辨識 除了輪框以外還有這裡 它的窗框是整個用黑色來做處理 至於在車身尺碼的部分 跟之前的四門車型是一模一樣的 車長差不多都是4米64左右 那軸距都是2米7 就是一個中型房車的尺寸 那我們現在來到車尾 你會發現整個車尾的設計 跟之前的四門車型幾乎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地方蠻有特色的 就是它的第三煞車燈是在這裡 很多車型的第三煞車燈是在上面 有沒有 所以放在這個位置其實還蠻特別的 至於它比較大的特點就是 它是右邊單出的排氣管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四門房車車型的重點 就是它的行李箱 雖然它沒有keyless 可是它一樣有遙控開啟行李箱的功能 這一個就超級方便了 好 然後你會看到裡面的行李箱 真的又深又大 而且它開口也很寬 它的行李箱容積有到539公升 539公升基本上是 大型房車才會出現的這種容量 但是在這台四門的focus上面 我必須要講 小安姐姐現在很喜歡四門房車的車型 因為我現在自己平常帶部車 就是四門房車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除非你常常要帶一些 比較長比較高的物品 不然的話 其實我覺得四門行李箱超好裝的 你看喔 現在裡面基本上都是乾哥的攝影器材 可是如果連我們家三套裝備 就是帶小朋友去開卡店三套裝備 你放的這些攝影器材 再放的這些裝備都是綽綽有餘的 很實用 然後我看到一個地方我還蠻驚訝 就是這個 好 你會想說這個有什麼特別的 基本上很多車它就是一根鐵 就是外露在那邊比較沒有質感 可是它這個地方把它包起來 就是還蠻有高級車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到車內喔 你會看到基本上它這邊的成色 跟之前的版本都是一樣的 不過你們有發現嗎 雖然它是入門的車型 可是原廠還是很有誠意 它給了它全車都是這一種歐蜂皮椅 那這個皮椅我覺得 目前因為我今天沒有穿短褲 所以我感覺不出來腳的這個觸感 但是它在整個椅墊的邊緣 還有向側向的地方 都有做打動通風的設計 我想這個夏天做起來 應該不會像很多皮椅的感覺 那麼悶熱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車子發動起來 很多人會很擔心三缸引擎 會不會有抖動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喔 小燕姐姐要跟你們講 這個問題你們大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上次在大鵬灣市的時候 它的順暢度跟寧靜度就非常好了 其實這個答案是早就知道了 只是給你們看一下 好 那現在我先調整一下我的坐姿 你會看到它呢 一樣是有四項調整 像我就習慣這樣子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 那它一樣是附三幅式的運動化 多功能方向盤 左邊就是可以調整 像定速 音量這些功能 那右邊這個功能鍵 就是可以看平均油量 油耗 里程等等 以及電話的操作都是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的這一個8吋的主機 它裡面是搭載SYNC 2.5的系統 那SYNC 2.5跟SYNC 3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就只有差在聲控 還有SYNC 3它有原廠的中文導航 至於呢這一台主機 其實它的功能也非常齊全喔 你看像音響啦 電話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有 它甚至還有緊急救援的系統 然後你看它的功能鍵 它用一格一格的一目了然 非常好用以外喔 它竟然有雙模式的倒車顯影 這個配備在六十幾萬裡面算很少見喔 然後你們看這裡 這邊這個不要以為它是出風口 其實它是卡槽 所以像小安姐姐常用的悠遊卡啦 停車卡加油卡就可以都放在這邊 它還有雙區恆溫空調 然後這裡我剛才已經把我的手機放在這裡了 可以放手機 那邊還有USB的插座以及12V的電源 還有這個地方就在你的排檔座的左邊 這邊有個按鍵 它有三種駕駛模式 你可以選擇標準 Eco或者是Sport模式 另外它還有讓你更省油的 怠速熄火的功能 至於手煞車呢 還是傳統的手煞車 這樣就可以甩尾了 不是啦 然後旁邊還有這種活動式的杯架 你看這樣就可以調整大小很方便 至於手套箱我覺得有一點點小 但是它裡面還有USB的插座喔 然後你們看 這裡啊 它這個腳踏墊是有扣子的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它比較不會滑動 因為很多都是只有放上去而已 連這種小地方他們都有注意到 我覺得算是很細心喔 還有你們看這個電動窗 好 那你們剛才有發現什麼嗎 其實就是它上去的最後那個瞬間 它是很柔和的 有一種吸附式上去的感覺 可是有一些國產車喔 你在操作的時候 最後那一下它是有點像 一聲 而且甚至會有點搖動的感覺 就比較粗糙 所以它連這種小地方的質感 我覺得都有兼顧到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前面是我的駕駛座子 我身高差不多是169公分 可是因為我今天有穿高跟鞋 所以稍微再高了一點 那你會看到其實腿部空間 是非常寬裕的 頭部也至少都有一兩個拳頭喔 因為我還有戴帽子 雖然它的椅背不能調整 可是喔 你可以把頭枕調好之後 你就會可以找到一個 還蠻舒服的一個姿勢 然後啊 我剛剛發現 它中間這個椅墊 通常中間的椅墊會比較硬喔 可是它的中間椅墊比旁邊還要軟 所以你坐在上面 你的臀部是舒服的 雖然說背部一樣是比較挺 中間都會這樣 可是你的臀部跟腿部 整個感覺是還蠻舒服的喔 至於在中間地板的部分 你會看到它這個裹領 雖然不是到全屏的 但是也不會太吐 我覺得還OK 你看 它一樣有中央扶手 還有杯架喔 然後這裡的底下 雖然它沒有後座冷氣出風口 可是它多了一個Type-A 跟一個Type-C的USB的插座 然後這裡也有植物網啊 旁邊也都還可以放飲料 所以功能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相當齊全 現在我們來分享一下 今天的試駕心得 那這台車呢 它是搭載1.5升三缸 自然進氣的引擎 搭配的是6速的自排變速箱 可輸出最大馬力是123匹 最大扭力是15.3公斤米 其實你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數字規格 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說 它並不是以性能取向 那這顆引擎其實它要強調的是 它的省油運轉時的精緻度 以及它的噪音的抑制 我覺得其實在這三點的表現都非常好 比方說油耗來講 它每公升可以跑到16.9公里 其實在1.5升同級距來講的話 這應該算是同級中最好的一個油耗表現 那再來就是 不管你是剛發動 或是走走停停 你用它怠速熄火的功能 它在起閉的瞬間 還有你在全油門或是說 稍微大力一點 做一點激烈抄架的時候 它整顆引擎的運轉 是非常順暢的 完全不會讓你覺得它有所謂的 比方說早期那種很八股的想法 就是會抖動啊什麼之類的 其實已經完全都沒有 我非常喜歡它的一點是 因為它搭配的是自排的變速箱 所以即便你大腳油門踩到底 很用力踩到擋火箱會快破了 它的噪音還是比起很多CVT來的小 所以這一點其實也算是它的優點之一 然後我現在全油門給大家聽一下 大概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它的這個變速箱的聲音 不是那種很粗糙 然後很大聲的那種噪音 所以這一點也是很棒的 然後我剛才有故意去壓那個 抖抖抖抖抖抖抖 就覺得它其實 不管坐在前座或後座都是很舒適的 整體的噪音值是抑制的非常好的 當然這可能因為它在全車有做一些隔音工程 以及它有平整化底盤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你也會覺得 從車體底下傳上來的噪音是很細微的 這台車你一開你會有兩個感覺 第一個是車子一開始走動 你一踩油門你就會發現 它的油門調校的非常輕快 在1000多轉到2000多轉 我們最常用到走走停停的這個區間 它的油門調校的很靈敏 我必須要講它有點像是 我們常講說日本車的油門那種感覺 就是它很輕巧 你輕輕踩然後就覺得它整個油門是 反應很靈敏的 所以它會讓你有一種很輕快的感覺 第二個明顯的感受就是 這台車的剛性很好 剛性很好是什麼感受 其實你也說不出來 但是你就是可以感覺到它的剛性非常好 那在懸吊系統的部分 它是搭載前麥花城 後福特專利 Model J的扭力量系統 以及10輛導引的彈簧 那實際上你開起來的感覺是 其實不管你坐在前座或後座 它這個懸吊系統 我覺得都是算是很舒適的 可是它有個比較神奇的一點就是 當我剛才在幾個彎道當中 帶一點速度用力轉下去的時候 它所呈現出來的側傾的幅度 卻又比你預期的小很多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很舒適的關係 所以你會想說 那它是不是過彎的時候會支撐性 比較沒有那麼運動化 但事實上你如果用力去轉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它的支撐性是非常好的 我想這個跟原廠 我們剛提到的這一些設計 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個反應在你整個操控上來講 你就會覺得它在轉彎的時候 其實是很犀利的 不管是它轉向的精準度 或是說它懸吊的支撐性 都會讓你覺得蠻有操控樂趣的 轉一下 轉一下 有沒有 你就會發現 側傾真的很小喔 它的側傾真的很小 再來一個試試看 減速轉 有沒有 其實它的這個懸吊支撐性 是很好的 我比較意外的一點是 因為它的懸吊其實調教的 算是舒適取向 所以一開始我在要大力轉它的時候 你會預期它有一個側傾的幅度 比方說大概是這麼大好了 可是它側傾的幅度 卻比你預期的小很多 所以不管是它的轉向 或是避震器的回饋 其實它的極限都還很高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小跑一下山路的話 這台車的運動體質是很棒的 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以小蘭姐姐的標準來講 它的方向盤 在激烈抄架的時候 會有點太輕 不過我必須要再強調一點的是說 基本上這台車它本來就不是一台性能房車 如果你今天要買性能房車 你可能要買ST Line或是ST 相信它在運動性上的手感方面會更著重 你看我現在要走一個回轉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超級輕鬆的 因為它的方向盤真的是很輕很輕 就是適合都會行走 那這台車它其實全車有33%的部位 都是用上了高達1300mAh的 超高強度的這種航太極的膨鋼 包括像一體成型的這個超高強度的A柱 滾壓成型的這種門檻結構 以及在四個門都有斜裂的鋼材的膨鋼 也就是說在最主要最關鍵的這個駕駛區 它都給你最高的一個防護 而且這台車它一樣有送到歐洲去做撞擊測試的認證 那不管是在前置偏位的撞擊測試 或是側向的撞擊測試 它的成績跟歐歸認證的Focus幾乎都是一樣的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注重一些電子輔助系統 但是有時候要回頭過來想一下 其實車體防護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別人的不小心撞過來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車身 能夠有個最好的防護能力的話 就能在危急的時候降低意外傷害的程度 這一點也是小安姐姐特別推薦的 那至於在其他安全配備的部分 當然包括循跡、防滑、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還有像六顆氣囊 這一些通通都有 但是因為它是入門的車型 所以它並沒有像Copilot360 那些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所以今天即便你是因為有預算上的考量 而選擇了這個版本 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基本上它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並沒有因為它是入門的而給的比較少 車體的防護性也是一樣出色 只是差在Copilot360這套系統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去取車的時候 有五門跟四門這兩種 可是小安姐姐就特別挑了四門這個車型 為什麼 因為雖然四門防車不是現在的主流 但是我覺得Focus的這個四門車型 特別值得推薦 最主要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空間真的很大 再來就是它的經濟性 1.5升的碎金 然後油耗表現又非常好 以及它的本質 什麼是本質 就是你之後沒有辦法再去加裝的 比方說你沒有盲點沒有倒車類打 你可以去加裝 可是車輛的本質 是你沒有辦法再花錢去改變的 比方說它的車體結構的安全性這些 再加上其實你以六十幾萬來說 它的配備也不會輸人家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真的還蠻超值的 很有歐洲車的感覺 我是小燕姐姐 我們下次見 掰掰